第二方面又有甲組隊開操 今次是重返甲組的漁園 新球季他們引入了阿根廷的教練和球員 希望可以踢出南美風格 星班馬漁園銳意引入南美風格 來季會由阿根廷教練沙召執教 並正密識幾位阿根廷球員 另外一位師職後衛的巴拉龜前國腳 已經確認以租借形式加盟 最費下周龜隊 除了引入外援之外 他們亦都簽入了幾位本地小將 包括上季協助神禧呼吸成功的小港腳 蔡國威 很多國家的外援都接觸過 阿根廷的外援都未接觸過 就想嘗試他們阿根廷的球風 和他們的足球文化是怎樣 漁園新一季就未分配了 小西灣和大埔兩個地方做主場 但他們就認為兩邊就很難以展開地區工作 所以就早前入止足總要求一個固定的場地 總監曠曉明說 要在同一個地方紮根起碼四年 才能夠凝聚到球迷 而球場的地點 他就說不介意 他又透露今年頒費超過五百萬 首要的目標就是 在甲組能夠站穩陣腳 我們希望先保住甲組 如果能夠有能力 去到第四、第五名就最好了 這要看球員 曠曉明又說 長遠會將漁園打造成一支 巨速度和技術的球隊 無線電視記者楊去賢報導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YK